高管我都给人家说好了 新年快乐 然后可能 差不多后天左右就要回去一趟 我过不来的话你就过来 给他们好好多通一下 这是谁啊 我是那天把你衣服弄脏的服务员 把你衣服洗好了 衣服洗好了吗 对 看一下 那个谢谢你啊 恭喜 是我很抱歉 真的把你衣服弄脏了 没事的 你也不是故意的吗 还是你等了那么久 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事的 那个你刚刚过来了吗 没有 我来了好久了 来了一会儿了吗 对 我中午就来了的 我给王哥打电话 他说你在忙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你 对 我刚刚在忙 那你怎么不放在班团啊 我怕被别人拿走了 那就谢谢你啊 谢谢你 不用谢 让你等这么久 那个 实在很抱歉 没事的 那你去吧 你去忙 要不我请你们去吃饭吧 看你们应该也还没吃饭 不用了 不用了 没事的 请你们去吃点吧 一起去嘛 咱俩搶了 咱俩咱俩 咱俩还没吃饭 然后这里两上这边同时咱俩腌怎么熟悉 يل 带妹妹一起吃个好 对啊 这边我很舍的 我可以带你们去吃点 太客气了吧 也算是我 为那天的事情 给你道歉 没事了 那件事情就过了 反正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能理解的 没事的 你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走吧走吧 一起吃一个 小妹妹也挺有心的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女儿是哈宝是不 我是第一次吃 这个好吃的话很好吃的 我也挺喜欢吃这个的 真的好吃 那你泡沸了 我给你 谢谢啊 我们去那再吃点吧 这边的一个特色 这还有什么好吃的呢 就是凉菲 这个很出名的 这边的凉菲 对 好吃 就是有点辣 那个已经不算辣的了 这个是两本是吧 对 我们本地人都很喜欢吃这个的 嗯 这很好吃的 可以尝一下 我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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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里上巴一个月多少钱 还是挺辛苦的 三千块钱 三千是吧 对 挺辛苦的 确实挺辛苦的 那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啊 我也就几千块钱 比你多个几百块吗 对 对 差不多 你们两个都差不多 这是我哥 我七哥哥 怪不得 我就说你们俩长得有点像 是吧 是 很多人都说他比我 比我长得帅 没有没有没有都一样帅 都一样帅 挺好吃的 大哥你还吃得惯吗 挺好吃的 吃一看这个吧 谢谢谢谢 我都吃饱了 这个挺好吃的 你们是哪里人的 我也是四川的 我也是四川的 你呢 我雷波那边的 雷波是吧 对 那是有点远 还是有点远 雷波县特别远是吧 对 这儿过去要多久 要六七个小时 哦 那是体远的 对 所以今年春节都没回去 对 你过年也没有回去吗 没有太远了 对吗 而且我们只放假两天 只放假两天 我们也是来这边办点事情 然后过年也没有回去到 这个时候啊 人家都在家里面吃 讨厌饭 我们这 但是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今天非常感谢你 行我们吃这个 肉片 还是我要谢谢你 那天没有怪罪我 要是让我们老板知道的话 他要直接把我开除掉 理解吗 因为你也不是故意的吗 那个 确实不好意思 我那两个朋友啊 对你火了两句 他们当时喝了一点8加1吗 没事 但是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那天上班的时候 有点走心了 没事的 没事 赶紧吃吧 吃吧 这事情都已经过了 不说了 你也不要放在心里 好吧 玉本大哥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阿伟 阿伟 那我就叫你阿伟哥吧 好 你呢 我叫二妹 二妹啊 对 那我就直接叫你二妹吧 好 我身边朋友都是叫我二妹的 二妹 对了 你这看起来挺小的 你应该还小吧 年龄多大了 19岁 才19岁啊 对 看到挺小的 那不读书了啊 不读了现在 不读了现在 那你多少岁啊 我老了 我看你不老了 感觉就比我大一两岁啊 没有不只老了 可能啊 你应该叫我一个叔叔了吧 看着不像 我只是饱也得好 我老了 我老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都 看下山西了 看着不像啊 真的 一点都不像啊 吃饱了 这韭菜挺好吃的 吃的韭菜挺好吃的 吃的韭菜挺好吃的 嗯 对这个 你赶紧吃啊 我已经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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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